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鑫啊 骏子兰的花椒的外面长了两株植物啊 小鑫想要把它拔掉 对我妈阻止了 说这个是可以食用的啊 内心表示怀疑 今天小鑫给大家录一个视频啊 看看这两株植物 大家有没有见过 一起来看一下吧 现在是外面 今天长春是阴天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即使是阴天的话 也上了两层遮阴网 所以夏天的时候光真的非常强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株植物 然后它长的是这个 白色的小花 然后接的小果是这个的 我妈说这个是可以吃的啊 这个有没有人认识一下 整体给大家照一下啊 然后旁边还有一棵 在外面的地里的话 有好多棵 这种小果果 小果果 这一大颗的话已经成熟了 给它揪下来啊 给你们尝一尝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难揪 尝一下 来尝一下味道 没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有一点点酸 还有点点甜 还挺好吃的 最后我们来蒸几一下 大家啊 有没有 那个见过这个东西的啊 可以吃吗 然后可以给小新下方留言 我去处理一下 8 14 凌迦 sociedade 与 替